如果說失去了原始森林的保護的時候 因為一棵樹如果兩千年 它經過了兩千次颱風 這棵樹都還能夠在 就代表這個環境已經是穩定了 那為什麼它能夠穩定 因為它是天然的地毛 天然的地毛跟人工的地毛差在哪裡 國道三號為什麼會崩塌 它的地毛經過了每一次每一次的鬆動 它就會產生間隙 那這樣的間隙呢 久了之後間隙越來越大 它就沒有辦法拉住這個三坡地的坡體 然後就垮下來了 對不對 這個是人工的地毛 它沒有辦法去補足這個空間的 就是經過了鬆動之後產生的間隙 但是呢 天然的地毛像是樹或者紅塊 或者是天然的森林 它不一樣 你想想看經過了地震之後 一樣三坡地鬆動了 那這棵樹會怎麼辦 會長根 就好像你給它鬆土 它一鬆開之後 因為他們要競爭 這個地方出現了一個空隙 兵家必爭之地 所有的根全部長進去 長進去就把這個空隙補起來 就把這個坡體穩固了 這個就是過去2000年 為什麼在中海拔地區沒有崩塌 這麼嚴重的原因在 因為有一個天然森林的保護 因為我們每30年50年有一個地震 就算地震了 這個森林出現了空隙 馬上根系 馬上就補過去 就把這個山扣住了 昨天老師也有講到說 所謂的安息角對不對 如果說就台灣島 它的物理的結構來看的話 安息角的坡度是比較緩的 台灣島的山不會那麼的陡峭 各位了解嗎 如果就一個物理的現象來看的話 台灣島不可能這麼的陡峭 那是因為這裡有一個原始森林的保護 將它扣住 山保護住了 所以它的坡才會那麼的陡 所以森林很重要 當你森林被摧毀的時候 它就必須崩 崩到什麼時候停 崩到安息角的時候才停 那個時候山都垮下來了 這個是莫拉克風災 它形成了這樣一個很大的一個失戀的崩塌 那整個阿里山公路 它是位在阿里山溪跟什麼 跟珍文溪流域 那這個珍文溪流域呢 旁邊下面就是所謂的珍文水庫 所以為什麼一條公路上面的 兩側的原始森林開發之後 造成這麼大的社會成本 請問你要賣多少的茶葉 你才能夠建一座水庫 所以整個珍文水庫 它其實是已經死掉了 我們來看 那是二萬坪前面的這樣的一個崩路 就是這樣的一個高山鐵路 然後它從過去的1912年的時候 測量的時候是兩萬坪 然後現在崩到現在這個地方 已經設不到一萬坪 已經把這樣的一個鐵路的路基 全部都掏空了 這個整個一百年來的趨勢 崩到現在 你也可以看到這一片森林很細對不對 這個叫做台灣赤羊 你可以看到它的年紀不到10歲 就是說大概是10年左右 所產生的這樣的一個赤森林 也就代表說這樣的一個崩塌地 它隨時都會崩 如果這條鐵路是你家的 或者是你公司在經營是私人的 那請問這百年來 因為失去了天然森林的保護 崩塌從兩萬坪 崩到剩下一萬坪 那這條鐵路 你覺得它還具有觀光 或者是歷史的價值 你想要繼續營運的話 你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辦 這條路如果是你 你是老闆的話 你是老闆的話 謝謝 謝謝